为了着近乎失控的舆论大战 中国的反击也愈发猛烈 先是新闻联播连续多虑批评蓬佩奥 接着人民绿报对美国连发十个追问 尤其是十个追问 每一问都涉及到美国疫情的核心问题 可谓是全权盗漏 上个月美国广播公司曾披露过一段内幕 据内部消息称 早在2019年11月下旬 美国情报官员就多次向白宫警告 一场传染病正在席卷中国武汉地区 美国国家医学情报中心去年11月 出具了一份详细阐述病毒大流行情况的报告 也就是后来被确认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不可否认武汉最早的病例 的确可追溯到2019年11月中旬 这一点南华早报也曾经报道过 3月13日南华早报发布题为 中国首例确诊新冠肺炎 在11月17日消息 报道称 虽然疫情源头和零号病人善待确认 但相关医院的记录显示 中国首例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是55岁的湖北居民 确诊染病时间为2019年11月17日 南华早报还报道了多起发生在11月的病例 但请注意措辞确诊染病时间 也就是说中国在11月份的时候 压根就不知道传染病的存在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首个本土上发现的疫情的国家 中国在11月份尚不知道有传染病流行 而远隔重阳的美国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呢 很显然美国一定是知道点什么 否则警惕性不会比中国这个当事人还高 我曾通过梳理疫情时间线 来分析病毒起源于美国的可能性 一 防疫演习 过去一年针对可能会爆发的世界性疫情 美国与共举行了三次演习 虽然演习在细节上各不相同 但结果无一例外地都指向了同一处落脚点 即由疫情所导致的世界经济危机 首先是以中国为爆发背景的赤色传染 去年1月至8月16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 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下 展开了一场代号为赤色传染的推演 包括五角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等 至少12个政府部门均受邀参与演习 这里有个细节需要注意 即主导演习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身份 它是美国最高的军事决策机构 以下为演习推演情景 2019年1月 一个35人规模的外国旅游团 从中国返回澳大利亚 泰国 英国等国 旅游期间 各种女士出现这次感冒的症状 如浑身乏力 恶心 肝咳 其中一名52岁的男性 在回到芝加哥的家中后 将病毒传染给自己17岁的儿子 而这名少年在当晚 又去参加了一场大型的公共活动 直接导致病毒在美国的大规模传播 疫情爆发后 CDC立即宣布实施隔离措施 但收小甚微 截至WHO宣布病毒大流行时 全美已经有1.1亿美国人感染 770万人驻院 相关部门的演习报告还特别提到 疫情将对世界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损失 正当各国不堪防疫重压时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开始出现 随着更多的国家 以闭关锁国的政策应对疫情 国际贸人会扬腰掌 全球风力也遭到了 通常破坏 各国开始 医院财政和货币手段 刺激经济 并试图通过内循环 来减少对国际贸易体系的依赖 全球化进程夹然而至 根据演练结果 病毒在六个月的时间内 就传遍全球 并迅速地引发 衍生性危机 旅游易经历减少了百分之税数 社交网络上流传不实的资讯虚假消息 与此同时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 各地股市暴跌两成至四成 世界生产总值萎缩百分之十一 如今把整场疫情看下来 美国防疫演习的设定 与现实的契合程度堪称完美 这是巧合吗 或许是或许不是 至少我不相信 因为这里面很多细节实在太可疑了 防疫演习向来是公共卫生部门负责的事项 为何去年的主导者 却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且还有军方的全程参与 疫情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塌翻 似乎和美国某些人的脱钩政策相吻合 美国经济本身就处于悬崖边缘 虽然这次疫情让美国损失不少 但同样带动了整个世界 滑向大萧条 在联系研习的落脚点 有些事情未免太过于细施疾恐 二 病毒起源问题 4月28日 法律相关的研究机构出台了一份报告 再次证实了我们之前的猜测 据日本新闻网28日报道 日本国立橄榄镇研究所调查发现 从新冠病毒毒株变异情况来看 目前在日本蔓延中的新冠病毒 从欧美传入的可能性较大 同一天 法国顶级防疫机构巴德斯研究所称 法国疫情由本土流传病毒毒株引发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 第一 欧美之间的人员流动远大于欧亚和亚美 第二 美军在欧洲有大量的军事基地 且经常与欧洲国家举行军事演习 上美国的有效疫苗 人民绿报第七个追问提到 早在3月中旬时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已经展开了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试验性疫苗的首次人体测试 当时就有权威的疫苗专家质疑 美国这一针实在太快了 除非很早就知道进行试验 更早地拿到了病毒株 这个质疑在结合最近发生的两件事情 让我不得不怀疑 美国关于新冠疫苗的研究 或许已人先事件 第一件 4月28旅 美国副总统彭斯 来到美奥医学中心访问视察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现场所有人都佩戴了口罩 只有彭斯一人没有戴 他甚至还与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根据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 彭斯来到医院现水中心时 周围一度有十多人 其中包括一名坐在躺椅上 准备现水的新冠肺炎治愈患者 随后他又过去看完了一名 正处于病毒橄榄漆的员工 同样也没戴口罩 难道患者戴口罩正常人 就不用做防护了吗 口罩可以降低病毒的传播性 但不等于能够完全的阻断病毒的传播 新冠病毒除了唾液 还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传播 中国就曾出现过正常人接触患者 污染的区域后 被确诊感染的案例 捆失的身份是副总统 如果他被传染了 整个白宫就有一锅端的风险 这么低级的错误 他会犯吗 或许会 但接下来翻到一条新闻 让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 第二件 在4月20日的白宫新闻发布会前夕 有工作人员在谈话时意外说道 无论如何 这里的每个人都打了疫苗 虽然后来有人澄清说 这是玩笑话 但有些疑点 显然不是一句玩笑 所能够解释的 第一 为什么彭斯要顶着白宫 被一锅端的风险 不戴口罩 去看望新冠肺炎患者 第二 为什么特朗普多次的冤爆新冠患者检测 却呈阴醒 第三 为什么在已有多名国会议员被感染的情况下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袖 没有做更多的防护隔离措施 再排除掉所谓的巧合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 美国有部分的人真的接种了疫苗 通常而言 疫苗研制周期在一年到18个月之前 其实某种原因而提数至少也需要8到9个月 中国是正常情况下研制疫苗最快的国家 但最快也要等到今年9月完成 周期在10个月左右 而从中国正式催冷新冠病毒存在的12月份算起 到4月份也不过是区区5个月 美国能够在5个月内研制出疫苗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样一来 所有的问题都能够迎论而解 美国很早就知道病毒的存在 也很早的就展开了相关疫苗的研发 或许这是一个小蝴蝶引发的意外性风暴 也或许这就是一个处于敌方的计划之中 究竟数真数假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真相正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当然 更重要的是 这十问背后的深层次意义 局势正在从量变走向质变 首先由官方权威媒体发布的质问 虽然不是道听途说 其次在舆论的正面战场上 中国已经跳出被动反守者的局限 并开始以进攻者的身份 在敌的要害环节上发起反攻 攻守之势正发生意涵 他们要打多久 我们就打多久 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中文字幕后才会发生意涵 中文字幕后才会发生意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